如果你還看到大人去丟垃圾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买脏话 乱丟垃圾然后很恶心 从小朋友口中说出 乱丟垃圾很恶心的这样话语 原因就在于不过是前一天 部落族人才刚带领他们到蝴蝶谷 捡垃圾呼吸 看到一大堆的垃圾 让这些孩童感觉相当不舒服 你看到很多什么样的垃圾 那个瓶子 瓶子还有玻璃瓶 还有那个旅逛 心情很不好 因为太多垃圾了这样 然后就觉得 这些是玩耍的地方 然后自己的垃圾就应该自己带走 就不应该留在这里 从部落发起蝴蝶谷呼吸运动 一开始就参与的青年提到 经过了这几年呼吸运动 蝴蝶谷的生态明显渐渐恢复 也让他心中觉得很有成就感 他的生态改变了很多 他的原生种像 蜥蝦什么那些都变多了 鱼也变多了 还有蝴蝶 现在到那边看 到蝴蝶谷看 真的很多蝴蝶 其实我很鼓励小孩子做这样的事情 一方面 他有一个很好的观念 当然我们做父母一定要去支持 如果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做起 我相信别外面的人来 进来一定会去遵守我们这样的规定 或这样的想法或是这样的做法 台东盐瓶香蝴蝶谷吸水清澈 部落户西青年们希望民众到此意犹 都能养成垃圾随身带走的好习惯 不要成为孩子们口中的垃圾人 演示新闻比亚台东盐瓶采访报导